普里镇公所为了将普里镇市区内少有的绿地公园 打造成更完善的环境 今日特别与树医师到长寿公园进行树木修剪的会刊 公所表示有别于以往断头式的修剪 也是希望透过树形让整体公园景观更一致 并且让民众往后到公园修气能有绿荫遮蔽 为民众打造更好的修气空间 长寿公园是我们普里市区难得的一处 广大的一个公园 立地公园 这一次我们公所就是针对长寿公园里面的榕树来做一个整理 我们不是做断头式的整理 我们是按照它的造型 按照它的外形 它的样貌来做造型的一个整理 希望经过这一次造型的整理了以后 能够依据它以后的成长状况来做一个修剪 然后提高我们公园的美观还有遮蔭的效果 县议员业人创表示长寿公园是埔里少有的绿化公园之一 平日也有许多民众喜爱前往修气 肯定公所能在防疫期间趁着民众在家少出门的机会 对公园树木做重新的整理规划 让疫情解封之后民众来到公园更舒心 就以长寿公园为起点来把我们的这些树木 把我们这些树叶树枝把它修剪的很多的造型 不管是圆形那正方形 那也保存着绿叶的部分 整个景观其实会更加的完善跟美好 那我想这是廖政长他跟以往有不同的做法的地方 就在于说很多的小细节很多的面向他都会顾虑到 除了我们树木的修剪的安全以外 那也营造出我们埔里镇一个整个景观会朝向更进步的一个方式 副议长潘英全肯定埔里镇公所的用心规划 也期待未来在疫情解封之后 长寿公园的新样貌也能够让到此休憩的民众有更好的活动空间 记者陈伟一 埔里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